在即将到来的暑假 家长与小朋友们出门游玩 首选的活动应该就是到海边细水了吧 好 现在就要带您看到 台湾夏天最适合玩水的地方 墾丁还有小流酬 在暑假第一个周末 也就是6月29号 30号饭店的订房率 只能说是完全爆满了 有一家墾丁的饭店业者 他就对外透露 7月暑假期间 他们与当地的业者 每周六的订房率都是在8成5以上 而要是到了高档次时间 甚至还可以超过9成 就连礼拜12345平日 每天住房率也有多达6成左右 可以说是比端午节廉价 都还要热络很多了 不过这股暑假观光热 还会一直持续到开学吗 其实根据业者往年的经验 还很不好说 因为通常到了8月份 也就是农历7月的时候 受到民俗文化的影响 出游玩水的人士 都会呈现下降的趋势 所以目前 墾丁小琉球的饭店 接到的8月住房询问 还没有到爆满的水准 那么除了业者之外 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 也事先推估了 暑假第一个周末 县内整体的住房率 是会超过8成5 而目前唯一可能干扰 旅游的因素就是台风 但要是接下来两个月 都没有台风经过的话 整个暑假的国旅商机 相当被看好 好那现在一讲到 海边玩水这个话题 我们就不得不再提醒一下各位观众 到时候 虽然是要开开心心的出门 但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防晒 而且我们这边谈到的防晒 可不只是擦擦防晒 保护皮肤而已 事实上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容易晒伤的部位 那就是你的眼睛 好那根据眼科医师的说明 要是忘了戴 要是忘了戴这个墨镜或者是帽子 遮挡紫外线的话 那你的双眼可能就会引发光化性的角膜炎 那要是长久下来都是如此的话 就会演变成白内障以及黄斑部病变 而除了重要的面部器官以外 一定要做好防晒 也一定要适时的补充水分 预防热伤害 据统计今年6月26号 也就是在今天 因为热伤害就诊的人数至少有48人 而今年6月截至26号 更是累计了563人次 从图表上就能看出 这已经比去年同期的517人次 多出了足足40多人 可见炎热天气对民众健康的影响 可以说是越来越大 以上就是这节的推播内容 持续带您关注 最近新冠、流感、肠病毒同时大流行 那么医院的救者人次是越来越多 只不过现在不只是三大传染病肆虐 较少人关注的蜂窝性组织炎 也开始有蔓延的迹象了 好我们先看看图卡的左方 国内有医师就指出 近几天他不断的接收到 一个又一个的蜂窝性组织炎病例 许多人的症状都是发炎冒泡 下肢或是关节化膿 甚至是熟悉部肿大 不过这波感染群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那就是连免疫系统 相对良好的年轻人 都成了常见的病例 不过后来有医师 他经过一番的观察 就觉得 好像也不必感到意外 因为台湾进入6月之后 气温简直是热炸了 而俗话说 热浪促进发炎的症状 也就代表蜂窝性组织炎 在30度的高温之下 也比较有扩散的风险存在 好那对于高温产生的疾病 也有医生解释了 对人体来说超过摄氏46度 就是属于极端热度 而32到38度 则是被列为强烈的热度 所以在6、7、8月 这个最热的日子里头 民众出门在外 面临很高的曝热风险 而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连某些治疗药物 也会发生异常或是失效 尤其对60岁以上的长者来说 热浪来袭 就一定要特别的关注小心 好那在台湾疯窩性组织炎之后 我们来聊聊 国内最近传播速度很快的 新冠疫情 就在今天 有许多PTT的网友 开始讨论起自己的症状 其中有不少人觉得 这次的病毒好像特别的长 有人就分享 自己在2020年病毒高峰期的时候 他是完全没有被感染 当时还以为是 自己就是天选之人 但没想到 6月这波新冠 尝试来袭后 就连这位天选之人 也没能逃过 那另外也有网友说到 自己是加满了防护 口罩 戴好戴满 只是一到诊所 领个药 就筛出了两条线确诊 而且他一回到家 还直接病倒不起 喉咙就像是刀在割一样 好 那从网友的经历 可以看出这波新冠 真的是不容小觑 那么卫福部ACIP召集人 李炳盈 也对此发表了他的观点 他就认为 夏季的疫情 可能与病毒突变有关 而且新冠病毒 可能走向感冒化 那目前的情况 正是处于过渡期 而至于疫情扩散 是否要再恢复口罩令 李炳盈则指出 除非出现重大突破感染 否则目前是不需要恢复口罩令的 以上就是这节的推播资讯 最近在台湾热的 不只有AI还有天气 连北部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火热 下一招带你来看 根据助展杂志的统计 今年上半年 北台湾新城屋预售屋的推案量 合计是超过新台币7637亿元 创下了新高记录 而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 是增加了680亿元 增幅高达9.8% 特别是在桃园市 还有新北市房屋推案量 年增分别达到84.3% 以及73.2% 可以见到这个建商 在这两个地方都是大展身手 好 那我们再更详细地 来观察一下这份数据 还会发现在新北市境内 淡水三重这两个行政区 上半年推案量 双双市突破500亿元 表现得最为亮眼 而景四期后的呢 则是板潮 林口 中和这三个区 也都有达到三四百亿元的推案量 好 那据了解 知名建商 贾山林 国泰 茂德等等 都在这些地区推出了标案 当中还有一个破百亿元的答案 好 再来我们看到了 根据另一份数据 专门针对特定房地产的调查 今年上半年 商用不动产土地交易金额 是高达1455亿元 其中以建商和自用型的买方 贡献最大 那对于这个现象有观察而是分析 尤其在台湾 这个AI和半导体的话题 非常的火热 带动了供应链扩张 拉抬企业的投资动能 也进一步推升制造业 购厂的需求 而建商方面呢 也正在努力的布局 储备用地 尤其锁定科技园区 抢买建地 由此可见 在半导体话题的助攻之下 工业 地产市场 也成为最大社会者之一 好 不过如果我们先撇除建商 还有刚刚说的消费者 这些立场不看的话 根据台湾经济研究院的预估 国内房屋 短期内成交量增幅 可能会减缓 不过呢 最重要也是大家最关注的房价呢 还是很难出现 波段性的下跌的空间 好 那既然谈到房价的问题 我们要来关注一下 最近炒得最如火如荼的 新清安贷款 行政院已经下达最新的指令 每位借款户 一生只能借一次新清安 这意味着 首购族的借款户 如果买一间房子 使用新清安的话 那么等到要换屋时 就不能再使用这个款项了 甚至有消息指出 新清安未来 可能还会更严格的限制 变成只有首购族 才符合资格 以上就是这节的推播内容 请订阅 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